小鼠道 你准备好晒被子晒书晒衣服了吗 小鼠这一天啊 相传可是龙宫晒龙袍的日子哟 还有像唐僧师徒取经的时候呢 路过通天河 金书不是被河水打湿了吗 也是这一天他们四个人呢 就把书放到河边的大石头上去晒干 小鼠这一天啊 因为太阳光辐射特别特别的强 老百姓呢会选择这一天晒服 就是把家里的衣服呀 调烧到外面去 接受太阳的曝晒 可以去潮去湿防美防助 那为什么太阳光能够杀菌消毒呢 这是因为太阳光中有紫外线对吧 是非常好的杀菌工具 紫外线的短波呢 多微生物的破坏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他们肇事了细菌之后啊 和蛋白和DNA就可以强烈的吸收了能量之后呢 他们之间的链就被打开转裂了 所以细菌就会死亡 要是您在这一天 可以带着孩子们 把家里的衣服呀 被子呀 书本啊 拿出来晒一晒 整理整理 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非常非常棒哦 贵女婷姐 带你了解更多的中华文化知识吧